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上一節 講到爭取的過程 無論是免對政府或議會裏面 都有一些限制 剛才講到一件很深刻的事 是什麽呢 上當年有一次長者 聯席習慣性都會有些行動回應 當時做完行動之後 記者就在另一個場合 看到社會福利署的處長 問怎麽看全民體的保障 或者怎麽去跟進 其實那次我看應該是五家新聞 我看完之後 我很驚訝的地方就是 處長嘔嘴 嘔了十幾秒 即是嘔了十秒的行動 接著就說我們會研究 或者我們會跟進 其實我猜這個反應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政府應該是知道那個問題 但是怎樣可以有一個很具體的回應 就沒有了 之後局方或者處方的回應 都很官康式 用三條支柱做包裝 講到其他國家的例子 但是可不可以三條討論呢 這個是有一個空白的位置 我想這個位置 演變成現在政府的回應方法 嗯 這樣 我自己延續上一節 我的無力感或者擔心 即使好像 上一節會提到 即使好像議會裡面 好像大家都對這個 就是全民退休這個方案的原則性 是沒有什麼質疑 但是可能去到 去到具體方案 去怎樣 即譬如那些錢是怎樣來 怎樣去分配 可能已經會面對很多討論 其實我覺得 其實會不會在這一步 就是我擔心 會不會在這一步 其實已經停了很久 即譬如可能 無論是議會 政府或者可能民間 都沒有一個很一致的共識 變成好像 就停了在這裏 就走不了下去了 是 你問我 我覺得 其實有 現在 至少在方向上 大家認同 如果方案 我覺得真的 大家有心 大家有心人的 大家可以建議一個方案 大家就拿出來討論 我覺得 這個是民間值得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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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好的地方 就是大家 如果有方案拿出來 可以坦誠去談 其實都發 其實有沒有出現過 譬如 民間裏面 有一些 別的方案 其實他們具體的 倡議的形式又是怎樣 其實呢 就在我留意裏面 在過往 就是沒有 就是聯席之前 其實有 不同的學會 其實有建議過 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90年代已經有 包括 就是 那時候真的叫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工會 有工會提出的 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其實 在程度上都跟現在 聯席的方案相似 另外 其實 現在有一些學者 都有建議一些 就是方案去 去嘗試 就是 將生果金 就是 維持生果金的制度 但是將生果金的金額 盡量增加 那 另外 其實可能政黨 都有些建議 就是 昔日 昔日政黨 有些政黨會建議 都是一個 類似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但是 可能具體的 我們要再 希望可以再拿出來討論 所以譬如 未來的工作 會不會那個方向 其實可能要整合一下 譬如 可能民間有些不同的意見 或者可能要疏離一些 就是 觀點上的分歧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香港政府也好 學者或者議會也好 我想有一個錯覺就是 其實好像 一有了 強積金之後 整個退休的保障制度 就已經解決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 就是 我不認同 所以 我覺得 其實最好的 就是 將整個制度 拿出來檢視 到時候 如果 最理想的就是 政府拿出來談 政府拿出來談的時候 大家 給意見 我覺得這個是理想 其中一個 現在 就是 明年會面對的就是 強積金十周年檢測到的問題 但是 有個 我想 我們不夠 我們不夠 那些經濟學人 或者大財團那種的 效率 或者速度 他們真的很快 已經在建議 提早拿強積金 不要65歲拿 50歲拿 這些是一些 天方爺談的建議 有一些是 不用增加強積金供款 你 供多些所謂 自願性供款 就可以了 盡量不動現在的機制 但某程度上 這些都是回應不到 即是 接下來的 就是 人口老化問題 那我覺得 理想的 其實應該是 就是 政府全盤拿出來再談 都很應該 就是我覺得都已經 強積金成功了十年 就不要只看到強積金 但是 這個就可能要回到 現實政治的層面 就是 就是 涉及很多利益 一來 因為它是一個 私人市場管理的模式 就是它涉及很多 可能業界的利益 還有 要有一個 譬如 比較大的動作 譬如 好像 現在倡議出來的方案 就是 你要抽它 一本 甚至 可能 我覺得 未去到這個層次 譬如 民間說 金融海嘯 即是蒸發了 差不多四成的 強積金的儲蓄 那 可不可以多些監管 就是這一步 其實都是比較難 我理解 其實可能 在這個層面 可能 其實 利益的網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明白的 我想 我就這樣聽 我就會覺得 邏輯上 就好像有一些 像明年強積金檢測一樣 其實現在 一些信託人也好 職金局也好 覺得強積金的問題 是在於強積金管理不善 就不是強積金本身制度 已經存在不夠退休保障的問題 即是信託人覺得你不夠錢 你NPF不夠錢退休 工多些便可以 或者是 那些錢在哪裏呢 即是你自己工多些便可以 這個我理解是 就是沒有可能說過那些打工仔 我覺得問題就是 回到去 始終 對 始終沒有意義 我覺得 回到去 始終如果是整盤談 就應該整盤談 至於利益問題 我覺得到最後 其實NPF正在工作 歸根究竟都是一些打工仔的利益 就是香港人的利益 我覺得 其實誰比較重 你問我 我覺得當然是香港人退休的打算 或者確保香港人退休之後 基本上當然是重要 可能一些集團本身的特益 我覺得 嗯 那譬如 如果說到可能 始終我們一開頭 即是上一集 一開頭就說到 為何今天要 零細細今日去說 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可能因為 譬如過多兩個禮拜 其實就是施政報告 這樣 那 也都會希望 其實政府不要再拖 在施政報告上 他都不可以回避去回應 就是人口老化的危機 那譬如 接下來有些甚麼指望的工作 可能剛才提到 明年就是 即將一金十周年的檢討 又或者可能在一些不同方面 可能民間的界別 或者議會 甚至對政府 都有一些不同的遊說和爭取 那可能 可以大約說一下 你是聯席 接下來的工作方向會是怎樣的 我想就這樣聽 應該是三方面 一個是 我想其中都涉及的就是 要工作 我們覺得議會 其實可不可以進一步 就是可不可以研究一些 全民退休保障的方案 給政府去做回應或者參考 另外一個 我們覺得 就是 強積金檢討那個 其實聯席是 都想回應的 因為始終強積金 被視為好像最 最 最算是退休保障的 算是叫做退休保障 但實際上是不行的 我覺得 明年是 聯席是會 希望透過回應強積金 去 真的去 講回全民退休保障的問題 第三就是 其實聯席最想的就是 其實可以多些民間各界的人 去一起去談這件事 就是 孤無論 可能各個團體 或者個別學者 也有事 也好 他有他的建議也好 不要緊要拿出來 大家一起去談 我覺得民間 這麼活躍 其實到最後政府 都不能不回應 最後 當然希望 這一屆政府 在換屆之前 其實都可以討論一下整個全盤的 退休的計劃 因為如果不是到時去到 幾十年之後 三屆又三屆去談 到最後真的很多 六人家 其實我想 就算香港有多少儲備 香港有多少 幾位自己的低數率 都好 其實到最後這些都是假話 好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 就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 就是最後一節 我們繼續分享一下 一些過往的經驗 和未來工作的一些展望 今天我們會有一個 開動的反應 開動的反應 和未來的展望 三屆 一邊 特別是 一邊 感谢观看